石澳道山泥傾射導致石澳居民出入受阻 經搶修後石澳道重開 來往沙基灣和石澳的城巴9號線 在早上6點開始恢復行駛 城巴安排單層巴士接載十多個乘客 由沙基灣巴士總站開去石澳 由於石澳道部分路面仍在搶修 有不少工程車停在一邊 部分路段實施臨時交通措施 要單線雙程行車 途中見到迎面而離 由石澳開去沙基灣的9號陶班巴士 巴士乘客大部分都是到石澳上班 有不少人都說不擔心道路不安全 有人就專程乘搭陶班車入石澳探家的人 都很小心假期 都很安全的 有不少人都很擔心 那些… 那些天氣的問題 那些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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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緊張 因為下大雨 和… 都未知道 真是要駕下去才知道 那個路況是怎樣 可能有些群組都會說 那些樹怎麼塌 那些石子怎麼沖到地上 但是都是要你自己下場駕駛 才看到那個情況是怎樣 石澳道就不可以超過50公里的 現在更加要小心些慢慢駕駛 看清楚鏡頭和地下 會不會有一些碎石這樣 每天還要去洗澡 這就好 那些人沒有解決 那些人還要去洗澡 那些人沒有解決 另外那些人